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继续我们的FL Studio的小知识小技巧 今天和大家讲一个同时多开FL Studio这个功能 这种虽然很少见 但是也避免不了大家会有到用到这个方面 就是你可能同时要开一个或者两个这样子的FL Studio的软件 你打开一个FL Studio的工程 你这边升卡这边 你看我这个是在这边设置 当你打开另外一个文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没有声音 这是主要是因为大家忘记了去用这个Auto Close 点亮Auto Close的话 等你在切换这个FL Studio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切换你的升卡 如果你不调的话 你不打开的话 你现在打开另外一个FL Studio的文件 那个第二个文件它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升卡已经被现在我打开这个工程文件所占用了 所以你另外一个打开新的FL Studio的工程的时候 它就没有声音 除非你有多块升卡 但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只是接一块升卡 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忘了把Auto Close给打开 Auto Close的话就是说你点开哪个窗口的时候 它这个升卡就会自动切换到你现在正在开启的窗口的工程文件中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顺便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延时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边大概以后都可以看到 延时它跟升卡有关系 跟你电脑的性能有关系 因为当你延时你觉得比较高的时候 你可以调整这个数值 你的数值越低 它的延时就越少 比如说我现在开256 这个延时的话只有6毫秒 6毫秒10毫秒以下基本上是不能说以下 10毫秒左右 基本上在听觉上的误差就一般的分辨不出来 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对你电脑 当你把它瞧到最大的时候 再用CPU就会更多 有些人问我的升卡 我买了一个3000多块钱的升卡 为什么我的延时15毫秒20毫秒 主要可能就是因为你这边没有设置 你可能设置到这个地方 它就延时43毫秒了 对吧 一般的情况下我建议 就是普通的电脑就是512就行了 然后如果你电脑非常好 CPU非常强 你就可以调低一些 这个主要是跟CPU有关 跟内存的关系不大 主要是CPU运算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这个系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